现在已经开始了 好 我们首先今天讲这个运动的描述 主要讲三个指示点 一个就是位置矢量和位移 还有一个速度和加速度 我们首先把这个指点的运动把它描述出来 我们来看看 我们首先来描述一个指点的位置 我们建立一个坐标系X Y Z X Y Z 那么这是O点 那么假如说指点在P点 那么我们通常会用一个坐标来描述指点的位置 X Y Z 那么现在我们用一个位置矢量 叫位置矢量来描述它 所谓指矢量的定义就是 从O点触发到P点 这样一个有向线段 我们把它叫做位置矢量 用R表示 矢量我们上面加一个箭头 那么这个位置矢量R呢 我们把矢量把它的坐标数写出来之后 就是R等于XI加上YZ 再加上ZK YZK 那么这样表述这个IJK 都是坐标主上的单位矢量 通常我们说一个物体如果在运动 一个重点在运动的话 那么这个R它是时间T的函数 时间T函数 也就是X随着时间的变化 Y也随着时间的变化 Z将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 叫X是时间T的函数 I加上Y是时间T的函数 J 再加上Z是时间T的函数 K 这是一般情况下 有可能还会在一维的运动的话 那么就没有Y跟D分量 那么这个叫位置矢量 位置矢量 第二时刻我们就得到一个位置矢量 那么这两个的差值我们就叫做位移 这叫位置矢量 这叫位移 所以位移的定义也就很简单了 就是R2减去什么 减去RE 减去RE 那么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这个位置矢量 假设这个情况 我们平泡一个物体 平泡一个物体 把一个小球泡出去 这是Y轴 这是X轴 那么这是一个平面上的运动 一个小球如果是以速度V 运动这样子泡出去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小球将会怎么运动呢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泡物线 那么某一个时刻 某一个时刻它是这一点 那么这个位置矢量R 位置矢量R 它是实际上T的函数 什么也表示出来了 那么这个很简单的 R X方向它是个运动运动 叫V0T I Y方向呢 Y方向它是个加速运动 你向下的加速运动 所以负的1 2 G T 平方 G 那么这就是一个 这个位置矢量 所以时间T的变化 那么我们通常还把这个叫做运动方程 那么如果是某一个时刻 它位置矢量是R2 在另外一个时刻 位置矢量R1 从R1变化到R2 那么这个我们就叫做位移 就是叫位置矢量 那么如果有了这个位置矢量 这样一个运动方程的话 那么我们很容易求出它的轨迹 这个物体运动的轨迹 现在我们知道是泡沫线 实际上就是X怎么变化的 等于V0T Y呢 Y怎么变化的Y等于负载 2分之1 即T平方 就是连动方程 连动方程 把时间T消掉 把时间T消掉之后 很容易得到Y等于负载 2分之1 即T用X出上什么V0带进去 所以很容易得到Y等于负载 2V0的平方 然后上面是G 然后这里是X平方 X平方 Y等于一个长量乘上X平方 那么这个很显然 它就是个什么 它就是个泡沫线 好 这个就叫位置实量和位移 这个我们把它 这个概念搞清楚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定义 运动的速度 运动速度 速度的定义 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量 我们通常用它来描述物体的运动状态 运动状态 速度这个定义 我们把它用空间除上什么 除上时间 那么定义V 速度V的定义 等于位置实量 对时间T的什么 变化率 变化率 代表变化的快慢 就位置变化的快慢 这个把它定义速度 刚刚我们说这个R 我们刚刚给平泡举了个例子 等于V0Ti V0Ti 减二分之一 即T平方 G 那么我们要求速度呢 根据定义 就是R对时间T的一个什么 导数 速度V V1 等于D2 DT 那么这个求道比较简单 求道比较简单 那么这个VT 求道 等于V0i 那么第二项呢 第二项呢 T平方它的倒数等于T 所以等于G T G G G 这是速度 而且我们从这个速度来知道 X方向速度 就等于什么 就是V0 Y方向速度呢 VY方向速度等于 负的GT GT 这是两个速度的分量 分量 当然有人说 这个速度大较多少 速度大小 那么我们说 使量的认识我们知道了 速度大小 就等于什么 等于根号 分量平方之和 分量平方之和 X方向速度的分量 VX的平方 加上什么 VY的平方 把它平方向 再开坑后 这个就是V0的平方 再加上GT的什么 平方 开坑后 这就算是速度 速度大小 那么这是两维的 如果是三维的呢 那我们还要把它再拉长 再加上一个什么 VZ的平方 就是速度的大小 速度这样定义之后 我们知道速度的表达是大小 那么它的方向呢 方向我们说 如果一个 这是一个折点的运动轨迹 在某一个时刻 它是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说 速度的方向是什么方向呢 速度方向 沿着它的什么 切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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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 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速度的定义 说定义 举这个例子 我们怎么求速度的 表达是速度的大小和速度的方向 我们通常用速度来描述这个折点的运动状态 包括我们在下一章的时候 我们说如果一个折点 它的运动状态改变了 它是有原因的 那么这个原因就受到重力了 那么就是讲它的速度发生的变化 描述速度变化的物理量是什么呢 是加速度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加速度 那么加速的定义呢 加速定义就是速度再求的 速度随时间T的什么 变化 如果速度不变 那就是没加速度得零 速度变化了比较厉害 那么就是加速 它的定义就是A等于DVDT 好 还是举刚刚一个例子 V等于V0I减去GTG GTG 刚刚是一个平炮的时候它的速度 那么要求加速度呢 那简单 加速A等于什么 等于DVDT 就等于这是个长使量 那求到等于什么 等于零 后面是T的1次方 所以就负了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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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得到加速度 加速度 那么这个当然我们这个平炮的时候我们知道 它的加速度是一个长使量 是个长使量 大小等于什么 大小等于G 这个就叫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 通常我们取9.8米秒的什么 4次方 9.8米秒的4次方 那么方向是什么 方向是向下的 方向向下 就是Y方向的加速度 等于什么 一副G X吗 没有 Z方向没有 这是一个平炮 所以我们求加速度 加速度 好 这是速度 加速度 那么这样描述好了之后呢 我们通常运动学呢 有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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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 以致 两类问题 第一个 以致 以致加速度 以致位置使量 R 是时间区的函数 叫你求什么呢 求 速度 使量 还有 加速度 把速度加速取出来 那怎么求呢 根据定义求 你R等于多少 我把它什么 求到 求到等于速度 再求到 速度再求到等于什么 加速度 我们刚刚定义的时候 都举过例子了 那么还有第二类问题 第二类就是 以致 以致加速度 加速度 有可能是时间区的函数 有可能是个长量 对吧 这没关系 那么叫你反过来 再求什么 求速度 求什么 求2 求2 那么我们这样是求的时候 我们用的方法是什么 求倒 求倒 那么我们这样求呢 反过去 那么当然就是力运算 那就是什么 那就解分 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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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二类问题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什么例子呢 叫原加速直线运动 原加速直线运动 最简单的 沿着X O O 现在假如说一个这点 在这个X方向上运动 轮加速 加速度等于A 就一个方向 那么 我们来看看 如果以致加速A 我们求它速度怎么变化 位置怎么变化 那就简单了 就是加速度A 是一个长量 那么根据加速度A的定义 所以在A等于什么 A等于DVDT 我们原来写成矢量的 现在是个异为的 那我们就不要写矢量了 我们就用正负来表示什么 方向 所以就可以写成A等于DVDT 那么 好 把这个做一个微分运算 应该等于A什么DT 那么我们对这个两边结分 两边结分 两边结分 做一个定结分 从V0接到什么V 速度的变化从V0接到V 时间呢 时间从0到什么T 0到T 好 这两边一结分子V减去什么 减去V0等于什么 等于A等于T 所以V就等于什么 V就等于V0加上T A T 这是我们中学熟悉的 叫原家属直线运动的速度公式 原家属直线运动的速度公式 那么我们从这个A 求出这个V的时候 当然要知道什么 要知道T等于0时刻 这点的速度V0 那么这个叫初始条件 初始条件要告诉你 初始条件要告诉你 要知道初始条件 好 然后速度表达上如果出来要求位置呢 那也简单 那么V等于V0加上AT 那么根据V的定义是什么 DX是什么 DT 一维的 三维的我们说DRDT 那么现在就是DXDT 那么它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V0加上什么 加上AT DT 那么DX呢 DX就等于V0加上AT DT 两边结分 两边结分 还是个定习分 那么定习分 这个X从X0变化到什么 X 时间呢 时间从0接到T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得到一个表达色 这表达色 叫X减去X0 等于什么 等于V0T 再加上二分之一AT平方 这个设置 跟这个设置 这多是我们熟悉的叫 原加速直线运动的速度公式和什么 和路程公式 那回去简单的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 就是把这两个设置中间的时间T效果 把这个T结出来 带到里面去 马上你就会得到第三个设置 第三个设置 V平方减去V0平方等于2A X减去X0 这是第三个设置 就是原加速执行运动的三个表达色 我们现在今天主要就讲了一个 位置 位移 速度 加速度 然后运动学的两个问题 一类秋导 一类什么 结封 好 就到这儿 对 对 怎么整个这样子